接下来的话 有关VBA 当然我这边已经有做好了 不过这个也许等一下把它移除 重新再来过 所以未来这个当然等一下会教各位 先把你要的VBA程式写完之后 再来建立这两个按钮 所以这两个按钮 等一下你们的电脑里面是没有 所以你可以把它写 我先把它delete 那如何进到VBA里面 第一个 先把开发人员的标签先叫出来 不过开发人员的标签 预设你们电脑是没有的 OK 那表示你还没学过VBA 所以如果你有学过VBA 理论上你开发人员标签 它会出现 那如果出现 基本上找到上面 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箭头 这个箭头点击它 其他命令 在其他命令里面 点击之后的话 如果你的版本是2007以后的版本 会在这个制定功能区里面 制定功能区里面 的右手边会看到有一个开发人员标签 那你把这个开发人员标签把它打钩 OK 那如果你是2007的版本的话 那它是放好像比较上面的 有个常用是什么 会有点太一样 那2010以后的版本 其实都一样 那你如果2003的话 不用打开 它预设就存在 OK 所以现在应该尽量 可能用2030月比较少了 OK 那我们就把开发人员标签打开 第二的话就是说 我们在开发人员这个片板走了之后 请你看一下 右边会有一个右边走 那你就把这个VSASIC点一下 它会弹出来 那我把这个程式稍微移除了 你预设的话应该是没有一些东西 反正你打开之后 它应该是弹出一个视窗 这个视窗应该是长得像这样子 这个视窗里面的话 基本上 稍微了解一下环境 你可以把这个面板稍微向右移动一点点 那 首先呢 这个区块 这个区块 叫做专案总管 这个区块呢 是属性面板 那属性面板 用到的几率比较小 目前还用不太到 后面表单的时候 如果做表单可能会需要用到几率比较大 那这个区块的话呢 就是将来你要撰写VBA的这个位置 那当然有一种可能性之前有同学比较容易发生就是不小心把它关掉了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 那不小心关掉没关系 你可以再把它打开 记得哦 从检视里面 会有个专案总管 其实开专案总管就可以了 那属性的话也是在下面 检视里面有个属性视窗 然后它把它盖住 你把它向右向下移动一点点 好 这样的话呢 这个环境大概是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说 那我要怎么样开始撰写VBA呢 第一个 先把开发人员标签先叫出来 了解环境一下 OK 第二个的话呢 记得 以后如果要写VBA 一定要先产生一个模组 目前是没有任何模组 那我要怎么产生模组呢 很简单按右键 在专案总管上方任意处 按一下滑鼠的右键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会出现有一个什么呢 插入 就会有个模组了 OK 那以后的话记得了 反正你要写VBA之前 一定要先做这件事情 那目前当然模组 只要一个就好了 你不要插入太多个模组 除非以后你有很多 写了很多的 这个VBA 那你可以分类 那不同的模组 一个你可以有这一类的 不同的 也许不同的工作需求 你可以不同的类别 那目前当然不需要 一个就好了 那牵翼就是牵翼一个 因为之前有同别是插入好几个 他可能不小心被这个属性面板遮住 还怎么样 他就一直新增 没看到 他就又新增 一直又插入好多模组 模组2 模组3 模组4 然后里面呢都写了 一样的程式 就发现出错了 特别注意哦 一个就好了 确定 那如果你多了没关系 按右键 可以把它移除 不要汇出 一个就好了 移除不要汇出 好 一个 那你会发现呢 模组 关闭跟开启 里面这个视窗 关闭哦 再把它打开 那以后呢程式就写在这里 反正哦 刚刚讲的那两个东西 两个模式哦 就是Sub跟Function 都是在模组里面完成 好 就先其他地方暂时不要动 不然的话 我怕你到时候 写在不应该写的地方上面 虽然看起来好像可以执行 但是问题就来了 之前有同学 就是好像看 他之前有发现 之前有同学 想说不知道写哪里 就随便点两下 这边也是白色 他就写在这里 就发现奇怪 为什么不能walk 一模一样 没有错 因为你写错地方 就这么简单 OK 那 所以记得啦 你就是插入模组 然后呢 接下来 打开来它 OK 那 我们需要写什么呢 写的是 第一个是 假设一个程序 按下它 它帮我完成所有的事情 该如何撰写 一 插入 刚刚是插入模组 对 在你的模组里面 记得上面一个插入 程序 那程序呢 这个地方打开来之后 它会让你选 你要是sub呢 还是function 还是什么呢 这个property 那不过理论上 我们 这个地方 暂时不会用到property 只会先用到sub跟function 那sub的话 其实就刚刚的按钮 function就置地函去 好 就这两个 那property 目前因为这个 牵涉到物件导向的观念 所以暂时还不会用到 OK 好 就这两个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一个按钮 那我就sub sub的上面名称叫什么 H 我叫门号 这个名称其实可以置地 比如说中文英文都没关系 所以呢 我在这个地方呢 选预设的sub 然后呢 输入一个门号两个字好了 OK 那我今天呢 就输入一个门号 按个enter 好 这时候呢 它会自己帮我产生 头跟尾巴 一定是sub 名称叫什么 叫门号 后面有个小刮户 entersub 所以头跟尾 entersub就尾巴 所以呢 这个结构一定要是完整 你不能少一个 你身上有同学是 不小心把entersub删掉 就不能跑 为什么 因为它不知道尾巴在哪里 无法执行 那再来的话 还有个问题 你们的字可能太小 如果你字要放大的话 可以在工具 上方的工具 里面的选项 找到撰写风格 它预设的字好像都很小 九号字 记得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那我把它再放大一点点 大概是试吧 你们试情况 因为这个头颖这样 好像太小了 我把它再稍微放大一点点 16好了 OK 好 好像还是有点小 OK应该 这样可以看看 好 那第一个就完成了 我们一个sub 第二个 接下来就是要告诉他说 按下这个按钮要做什么事 这里面可能需要学会两个很重要的概念 一个 如何控制储存格 也就是说你今天 要接下来 顺便讲一下 接下来 我是建议 以后的Visual Basic视窗 尽量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浮在上面就好 为什么 因为你浮在上面好处是 你下一段程式要写什么 你可以用看的 看到然后再写 因为像我的习惯是浮在上面 看一下我要做什么 不然有时候 你看不到 你不知道 你不能想象的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第一个 我需要在 我先把这里面先清掉 我需要在 Ctrl Shift向下 需要在这个储存格 哪一个储存格呢 就是1次的储存格里面 做什么呢 输入那个公式 那在VBA怎么写 首先你要先学会一个 储存格的物件名称 所以以后你要学的就是 在VBA其实比较重要的观点是 如何透过物件去控制 你的Excel里面画面上看到的 所有的 算是 所有的功能 包含就是说 比较重要的是 储存格 最有储存格物件 范围有范围物件 蓝有蓝的物件 列有列的物件 它会有一个专有名词 你就利用那个 那个物件的名称 它就可以控制 你要做的所有动作了 OK 所以就是用物件的方式来控制 那首先当然 我们要先知道那个储存格 最基本单位 还有还有什么工作表 工作簿 其实很多 你画面上看到的所有东西 它都已经帮你物件化了 物件有点像是 什么叫零件吧 今天也可以讲 里面的零件 然后你用那个零件去控制它 那第一个呢 你要学的是那个储存格 在Excel里面呢 我习惯这边按一个TAB键 在这个中间的程式 阶层按个TAB 打一个Sales Sales就是储存格 在Excel里面 Sales就是它的基本单位 那钱瓜胡 它会问你两个问题 那你的那个储存格是 第一个它会问你说 Row Index 哪一列啊 那应该是第四列 豆点 第二个问题 哪一栏啊 那你应该是给它 第五栏 或者是一栏都可以 这边的话 Sales它的好处是 后面栏 你可以给数字 不过用数字好像 这样不太好理解吧 所以习惯上会用 有没有A B C D E 就是第五啦 那五有时候 那如果你后面到什么U栏 Z什么Y栏 你要A B C D就算了 那很累 所以你还可以第二种叙述方法 可以把它直接改成 双引号E 用文字 它也可以接受 那这样的话呢 意思是说 我要在 E 4这个储存格里面放什么东西呢 放后面等于 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把后面东西写到储存 记得是后 这个VBS后面东西写到前面哦 跟以前数学的那个概念刚好颠倒 以前是1加1等于2对不对 其实 倒过来 后面的东西计算完之后 把它丢到前面去 概念完全不同哦 OK 然后丢什么呢 零九 跟刚刚一样 就是有点类似像资料冰淇淋里面输入公式 但是呢 后面要串接什么 串接的话 记得 and在Excel里面 前后不用空白 但是VBS要空白 这个是规则不同 OK and前后加空白 然后呢 输出什么呢 请你帮我把那个 F栏的同一列 第四列里面的资料呢 串接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 复制到后面 Ctrl键按住吧 拖拉按Ctrl键就复制 把后面这个改成F 这样比较快 有没有 零九 这个看得到 这样子 不过因为 我这样会比较容易 这样 OK 所以 意思就是说 帮我把那个零九 后面就串什么 一一一 串起来之后 帮我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去 好 大概先写到这里好了 反正后面可以分批写 不用一次全部写完 那接下来你可以怎么样 执行他看看 执行的话上面有一个按钮 执行 你把它按执行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他帮你输出了 911 那为什么911呢 因为如果你都是数字的话 他会自动帮你把零给去掉 除非你里面有一些 非数字的字元 比如说后面我们还可以穿一个 减的符号 空一格 and 一个什么呢 减的符号 如果你在 输出 按执行 你会发现0911- 有没有 0就出来了 OK 那后面的话呢 刚刚我们是 做TES 我们用TES 不过TES这个函数呢 是Excel里面的 如果在VBA 他也有类似的函数 不过他名称换了 他叫Format 他叫Format 用法一模一样 只是换了一个名称 那所以我们后面呢 可以再怎么样呢 再加上一个Format 所以这边的话 and 空一格 and 然后什么呢 Format 记得 Format 然后钱瓜糊 资料在哪里 在这个G欄 所以一样把这个 这个前面东西复制了 Ctrl 先按住 这边改成G G欄里面的资料 G4里面的资料 豆点 格式化成000 好 这样子的话 又一个G欄的084出来 试一下 执行 084 那再来的话 后面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H 那一样的方法 其实就是 直接把那个 这个减的符号 跟那个H这边复制一下 贴到后面 这边改成H 好 这样的话 把它执行一下 完成 应该 这样 逻辑上都一样 不过因为 我这边 它这个折行的关系 所以 把它贴到那个 记事本里面还是哪里 这样会 就这一串 那后面的这个format 其实就 其实概念跟前面的东西 几乎是一样的 那只是说呢 我们只是把它做一个转换 转成VBA 但是 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又就是来了 就是 现在只有输出 一个 一个出车格 可是后面我们还有很多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从来到103的话 那这个时候 当然 你需要有 第二个 可能都需要 学第二个VBA里面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回圈 回圈的话 基本上就是重复 一个范围 比如说第四到 假设底下到103好了 那你就可能需要什么 4 5 6 一直到103 那你不可能说 比较笨的方法 那复制贴上 改5 贴上改6 改7 改8 那不可能啊 你要这样写的话 你要写一堆的程式 所以呢 在VBA或者其他语言都有 回圈的概念 那回圈的话 那基本上 就是你告诉他 我的那个 范围在哪里 那将来呢 他会利用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呢 也许叫I啦 这个变数名称可以自定 一般习惯用I I这个词会从4到103 帮我一直 跳 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那这样的话呢 我如果把这个地方 把它再改成回圈的话 那他就会自动帮我在 4到103列 里面重复 那改的方法的话 或者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 那个云端白板上面 因为 诶 程式我把它直接干脆 这个是第一阶段 把它贴到这边好了 如果 这个 我没办法 那再来就是加个回圈上去 加回圈上去的方式 我demo一下给各位看 就是第一个如果你要再加个回圈 习惯上是在这上方按Enter 那我习惯按个Tab键 让它缩排 打一个for for回圈 for i i是一个变数 等于第四列到 103列 因为刚好这个总共最底下103 Enter两下 打一个NAS NAS指的是NAS i 就是它会先i先4 然后NAS就5 6一直到103 那接下来就是把刚刚这个打完的公式 摆在它的中间 那习惯还是按个Tab键 让它缩排 类似像这样缩排 缩排完之后的话呢 请你把那个里面公式里面 只要是4的 通通改成i 改成i 那如果你把那个里面有4的 总共好像有4个4 你就把它改成i的话 那你的程式就写完了 它就会怎么样呢 从4到103之间呢 就帮你全部把它执行完毕了 那如果你全部写完之后 再来就执行看看 如果执行 类似像你可以把它 因为VBA视窗最好移动 在上面移动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 最后如果游标放这个Sub的中间 上面有个执行 如果你按下执行 它如果可以帮你完成的话 那恭喜你 全部就完成了 那当然呢 还有个清除啦 其实清除的话 你可以把门号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程序 直接复制贴上 把这个名称改成清除 那其实清除跟 刚刚的这个公式 最大不一样是什么 其实就是 把那个后面的东西 本来是输出一串的公式 把等号后面的东西呢 直接delete掉 补两个双引号就可以了 在VBA 或者在Excel里面 两个双引号 其实指的就是没有东西 意思就是清除啦 它会怎么 一个一个帮你清掉 所以呢 你把刚刚上面的公式 在复制贴上之后 名称Sub名称改清除 后面的东西改成空置串之后 再把它执行 它就清除了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两个按钮的程序呢 全部都写完了 OK 所以想请各位先完成 到这个阶段 那 待会我们再来看 因为按钮还没出来 所以你只能在这边执行 那如何再把按钮加上去 那以后呢 你可以把这个程序写得 越来越复杂的话 一键就可以完成很多的事情 OK 那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刚刚的程式 如果有一些可能你写的有问题的话 云端上 也有那个参考的画面 如果实在写不出来 没关系 你复制贴上 或者你参考来改都可以 试一下 好 感谢观看